下集内线 陈上鹏撤步了三分 我的天哪 这一截陈上鹏 几年当中呢 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蒋二老在这个 制队这个方面 确实经验很丰富的 没错 好球 个人能力突破上篮 李长栋敌脚了三分 没有投中 转机 好球 转换再打进 好篮下有一个空间 没有看到 张大宇三分再投进 阿智岛是不是应该 这球团的这种机会 这种机会会更好 对 这就是之前 我们和这老刚说完 对 他不能 这球想要犯规才犯 也是没给 转换多打少 二加一打进 一次二加一打进 王思 推着对手往前走 但是这个球 还是身体不佳呀 刘泽一攻防转换 扣篮再进 五分 过了前场球权 来看这次的转换 刘泽一的单手批扣 非常的精彩 成帅篷三分再投进 三差到九分了 孙同龄顶得比较靠上 成帅篷再投一个 二早不叫暂停吗 又一个连续三五三分 连续三级三分 成帅篷 对 这时候要稳一稳节奏 这球成帅篷 即将加强的防守的强度 成帅篷单节第四季三分球 加击内线 成帅篷撤步了三分 我的天哪 这一截成帅篷 到敌位 球到敌位 然后还是夹击 个人第二次 整体的犯规数还不错 成帅篷呢 他在青年队的时候 就打的就是很硬朗 突破上篮啊 这些经常会造成 这个二加一的机会 利用的也是很多 所以他在场上来讲 他出现这种 看你变化防守的时候 他不会触 这球又是吹在了王子瑞身上 还是防守轮转的上了 新疆打得非常不错 挡拆啊 跟进啊 打出了自己团队的 这个氛围和化学反应 这礼拜里就五分球没有了 是 哎呦这边 这边 这边汉斯布鲁又拼到一个进攻篮板球 大空位的机会 陈帅篷 奔上比赛个人的第五季 102比108 16.2秒的时间来发现场球 又给拉布杀拉木一个犯规 这样陈帅篷再上罚球线 一夜挑战40下吗 这是要 特别又是对于这个新疆队 38分 14.3秒 这边新疆再叫一个暂停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111比105 这场球周在自己的主场 在缺少了 小外援邓萌和国内 头号球星无前的情况下 我们看今天 球队取胜的绝对功臣 陈帅篷 他拿到了39分 这位99年的年轻小将 在自己 好优优独播剧心 出品的绝对